主席,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在文件的第六段B 你們的申請資格是說在遞交申請表示 父母其中一方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一般的理解就是 應該是父母在嬰兒出生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將它延後了? 因為這個延後,你用申請時間作為標準 就是說有42天的標準是正在轉的 有42天的時間 第二,就是如果新生嬰兒在42天以來 她的父母申請拿,就可以用脂肪便 但是如果42天之內她不拿,她就要親身去拿 那你背後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兩個問題 師長,謝謝 第二條問題,或者我待會請入境處的同事回答 第一個問題,黎議員看得非常仔細 我們也不是隨便寫那兩個字 我們是在遞交的時候 其實遞交是給了一個彈性 如果你說就是出生那天 父母隨便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當然很清楚 但是我們也想不要有些 就是說,我的寶寶那天出生 或者早了出生 我下個星期做了香港永久性居民 其中一個,那沒有啊? 這些不是我們想看到的一個結果 所以,當然也不能無了期 完全沒有這個規定 也不行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有個彈性 如果你出生之後,好像黎議員說很清楚 四十二日之內一般,你就要去拿出生意 如果四十二日之內不拿 其實你之後去拿 其實都拿到出生意 不會因為這樣去懲罰那個 你懲罰那個嬰兒不行的 我怎麼會沒有出生意 但是呢,是要有一個附加費 要給百多元去拿出生意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在那個嬰兒出生 即是我們的,現在我們的規定就是 你怎樣都要在那個嬰兒出生的半年之內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合付資格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措施 能夠讓我們,即是多些人 覺得這個計劃是可以幫到他 有吸引力 第二個問題是,四十二日之後就要 不可以網上了,要親身拿 或者我請入境處的同事回答 好的,阿楊,作理處長 好的,謝謝主席 其實根據《新世異登記條例》第七條 每一個在香港的 新生嬰兒的父或者母 都要在嬰兒出生之後的四十二日之內 就去我們的出生登記處 幫嬰兒辦理出生登記 如果它是過了四十二日的話 其實如果根據法例是屬於違法的 如果一經定罪,會有一個罰則 但當然我們都會了解其實它是甚麼原因 所以在這個系統來說 我們就是設計給一些符合條件 和合法情況下去登記 至於過了四十二日,需要見我們的主任同事 我們要跟它見面、會面、了解情況 而我們看過去的數據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其實過去的幾年 在這四十二日內可以辦理出生登記 佔我們整體總的出生登記的數 是約95% 即是絕大部分人 都可以用到這個系統來做出生登記 他們要把這個孵團看著 在一起 你叫做什麼 感谢观看